来自彰化的林小姐真的好着急 连找妈妈两天 黄妈妈在城中城住了二三十年 这是第二次遇上火警 到殡仪馆认照片多么希望不是妈妈 还好医院传来消息母亲被错认了 那黄女士是属于意识忽敏的状况 那脸部也稍微有肿胀 以及插管脸上有贴了胶带 所以对方也是在心急的状况之下 也许是这样所误认的 妈妈已经有写名字的 已经清醒了 而且电话写名字给她 她马上就打电话给我 我刚刚也有跟她视讯 跟她说她好高兴 母女俩医院中团圆 出院后她要把妈妈接回 别再让她一个人独自生活 大爱新闻南部综合报导